iPhone 14的相机规格终于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特别感谢今天的影片赞助商Iversity VPN 这是他们提供了特别优惠给频道的观众 使用VPN的好处很多 不论你是游戏玩家 可能想连线到国外的伺服器和别人组队 或是有人喜欢在国外的网站网购 有些网站只给当地人浏览 或是只保留一些特别的折扣给当地的人 你就必须要连线到当地的IP才能使用 另外很多串流平台其实在每个国家的费用都不太一样 很多人就会找到订阅费用较低的国家来订阅串流平台 这样就一定要使用VPN才能办得到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平时上网或是传输资料的时候 隐藏自己的IP位置 更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 Iversity VPN有1000个以上的伺服器 和100个以上国家的选择 在国家中还有不同的城市可以更换 这个好处就是像我在追剧的时候 观看号称VPN杀手的Amazon Prime电影 就可以畅行自如 或是可以选择传输速度更快的伺服器来使用 那以我自己来测试的话 在观看Netflix、Disney Plus或是Amazon Prime的时候 都可以顺畅播放 很多区域所限定的电影都能直接观看 特别的方案一个月只要约一块美金 在App里面你还可以针对你要看的串流平台直接去选择 如果我在更换串流平台的时候 可能要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中测试 慢慢配对找到可以使用的伺服器 以前串流平台不多的时候还不算太麻烦 但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有订阅不同的平台 iversity VPN这个功能就很有帮助 它就会自己帮你配对一个一定可以观看的伺服器 非常方便使用 有需要的观众我会放特别优惠的链接在下方啰 嘿大家好我是苹果天安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新的消息 首先我们就先来讲现在新流出来一个 苹果算是充电器的一个产品图嘛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苹果第一次 在这个充电器上面有支援两个USB Type-C的接口 那这个充电器整体的设计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简约非常苹果的设计 那以目前我们知道的规格呢 它上面所支援的瓦数只有到35瓦 那这个其实跟市面上非常多 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氮化架的充电器 比较起来呢它的瓦数都不算是非常的高 可当然我们知道苹果的充电器本身它的做工啊 它用的材质都是非常的好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以我们一般的使用情况 是不是有需要一定要买到原厂的充电器 这个我觉得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我自己其实我还是会偏好方便 可能我今天就是带一个充电器上面 要么支援更大的瓦数嘛 要么就是有更多的充电孔在上面 但不管如何啦 官方他们自己都还是一定会要推出这种充电头 那以一个这样的尺寸充电器 支援35瓦的充电功率来讲 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主要针对的市场 就像是有iPhone又有Apple Watch的人 就一次可以充这两个装置 因为如果要再大一点iPhone加iPad什么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够用 那下一个消息我们就来讲到这一次的6月 可能会有什么新的Mac推出来 那我们知道6月就是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留言啊消息啊 都有在传出这个6月可能会有什么新的产品推出来 那最重要的就是Bloomberg的Mark Gurman也有提到 这次6月可能会有什么新的Mac推出来 那他说呢以他目前知道的会有三台不一样的Mac 可能会在这个阶段时间推出来 可是比较有可能在6月开发者大会看到的是其中的两台 那第一台就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MacBook Air 那这一台MacBook Air关于它整体的推出来的规格啊 还有外形设计什么 目前有两个不一样的讲法 第一个就是说它会终于更改它的新设计 就像先前John Fraser有传出来的那个新的外形设计 会有更多的颜色选择 就比较像是现在的iMac一样 它是有点偏年轻化的一个选项 那另外呢在里面内部的设计啊 它还是会有刘海 然后萤幕可能会升级到Mini LED的规格 那这个刘海呢 如果又加上我们先前所知道的 可能会是白色边空的萤幕 哇那这个看起来应该会更加的显眼 而且也很难用显示画面不同比例的方式 去把它挡起来后 那我个人是还蛮怀疑说苹果会不会真的 在这个里面的萤幕留下白边 那再最重要就在内部处理器的地方 那第一个讲法呢 就是里面会搭配新的M2的处理器 就是终于升级到一个新的世代 那它着重的地方呢会在省电上面 那当然在它处理效能上面 也会看到一些进步 就会比较像是我们看到A14到A15的进步这样 那第二个说法呢 也是说它的整体外形会重新设计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那大致上硬体规格啊 刘海啊 萤幕什么等等 跟刚刚说的都一样啦 那主要差别是说 他们认为在里面处理器部分 不会升级到新的世代M2 那很有可能还是沿用旧的 像是M1啊 或是可能补上现在的M1 Pro的处理器 那再来第二个产品呢 它提到可能会在这个6月推出的 就是新设计的Mac mini 那关于这个新设计的Mac mini 其实也是遥传非常久 那这个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Mac Studio就是不太一样 那先前Drum Process 所传出来的这个Mac mini 也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设计 那整体也是走一个年轻化的感觉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Mac mini整个整体硬体啊 外形啊什么设计 是不是要有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是还好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桌机嘛 那我个人比较希望可能是在接孔的部分 他们终于会放一些比较实用的接孔 在这个主机的正面 就像现在的Mac Studio一样 那另外呢在处理器上面 因为现在的Mac Studio 也没有提供M1 Pro的选择 它就直接M1 Max 然后跳到M1 Ultra 所以呢会被在这一次的Mac mini上面 除了提供 不管是M1啊 M2或者是也有可能有M1 Pro的这个选择 这个我们都拭目以待 那再另外它有提到的产品 就是新的iMac 24寸的这一台 那24寸的这一台 因为在整体外形上面 它在去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更新 它就是一个全新设计的产品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一次的iMac 要进行更新的话 最大的重点也应该只能放在处理器上面 因为其他部分也没有什么好改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看到M2的处理器的这个机会 又再更大了一点 因为如果只是在这一次的iMac 加上M1 Pro的选项的话 感觉起来并不像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更新 但某方面来讲如果再搭配Mac mini的话 也算是补足现在中低阶的桌机产品线上面的部阻 那再来另外像是我们所真正期待的iMac Pro 还有Mac Pro等等 那以它的讲法就是目前还在开发中 应该不会这么快在年中就会看到它们的推出 好那下一个新我们就来讲到的是iPhone 14的相机规格 那目前在微博上面有一些关于iPhone 14 非常细节相机规格的爆料 那细节倒是它里面用的很多用词啊 或是这些数据一般人看可能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啦 那某方面呢在搭配上先前过敏期分析是一直有在爆料的 这些iPhone 14相机的规格 这样相比对起来就觉得它真实度其实是满高的 那上次在3D工程图流出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看到在相机凸起的部分嘛 那在这一次更细节的工程图里面 我们也看到它在相机凸起的部分也是比先前13 Pro还要多 那其实上支影片我也有提到啦 如果说在以现有的条件下面 我们想要更大的感光元件啊更多的画素 然后同时在镜头上面的规格又不要有妥协的话 应该很难看到我们所期待所谓切屏机身的相机设计 那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苹果也还没有要进到潜望式镜头的这个选择 像是一些其他Android的厂商一样 那再加上一直有消息传出来说苹果为了平衡 他们供应链之间的技术 他们在镜头规格的部分就没有一直在向上追求 那反而愿意用到稍微更低规啊 或是品质没有到最高的这些组件选择 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复制新的供应链厂商 那这个以上业上来讲合理啦 因为以苹果这个公司来讲毕竟他们付钱是老大嘛 他们也不希望过度依赖某一家组件厂 然后让只有一家独大的情况下 那他们之后不管是在谈价啊 还有选择上面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主控权拿回来 那当然从消费者的角度 我们就不太愿意看到这种 苹果没有选择最好相机组件的这个新闻 那尤其再加上他们一直不解决这个鬼影的问题 我就不太能理解 那当然除了以上策略性的考量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在现在的手机照相里面 其实某方面来讲不是太依赖它组件本身的能力 或是规格到什么程度 他们有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在可能它处理器本身的影像处理能力啊 还有它演算法怎么去判定这张照片 那从你按下快门到你后来看到这张照片的成像来讲 其实在它处理器还有演算法上面都有进入非常多的后置 所以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这个手机品牌 他们用上最高规的相机规格 就代表说它拍照出来的成像一定是最好的 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评文像有点老神在在啦 那这一次呢在流出的规格里面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看到非常大的进步 那首先就是在感光元件上面 它的画素我们终于看到升级到了4800万画素 那相较于现在是使用多年的1200万画素 它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那当然苹果肯定会用现在Android其他厂有在使用的技术啦 那虽然使用的是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 那你在拍照的时候也可以选择 你要拍4800万画素或者是1200万画素 那你可能会问说如果都已经有4800万的画素 为什么还要去拍一张1200万画素的照片 那其实某一方面对一些使用者而言 你可能不需要使用到4800万画素嘛 你可能就是投上网啊 或者简单的社群发发文等等 那你也不希望你在手机里面 随时占了这么多的档案容量 另一方面呢如果在比较实际使用上面 你今天在光源稍微不好的时候 那就可以用这种结合画素的方式来增进它的成像品质 那其实不止手机啦 有很多数位相机会用这种模式 那就像我先前刚刚评测完的Leica M11一样 它有用这种技术 那这次感光元件的尺寸是来到了1比1.3英寸 那这个尺寸就有点类似像现在的Samsung Galaxy S22 Ultra 那相对现在iPhone 13 Pro上面的感光元件呢 是约1.5倍大左右 但是相对先前呢它的每一个画素会变得比较小 因为它从1200万画素增进到4800万画素 那其实苹果在先前发表会也常会提到嘛 它们如果用更大的感光元件啊 但是同时保持一样画素的时候 代表每个画素的进光量会比较大 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画素的进光量变比较小的时候 那它们就会使用像我刚提到那种 结合4个画素在一起的这种方式来解决 那这样自然在一般可能比较暗处拍照 光源不好的时候啊 或在录影的时候也能去解决 我们可能会担心的画质不好的问题 但不管如何啦 如果我们今天感光元件变大 那如果在镜头规格上面 我们又不希望它退步的情况下 那自然它的镜头尺寸 就会比先前还要大跟厚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 在这个3D工程图上面 它镜头凸起啊 还有它向外扩的地方 都比先前来的还要大 那另外换到一个这么高画素的感光元件 除了在拍照上面的一些优势之外呢 在录影上面呢也能支援更高的规格 那像是先前遥传已久的8K录影 那我个人觉得8K录影这个部分 在实际的使用上 我觉得它实用性在目前为止还不高 那最大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在档案的尺寸上面 那不管是说现在的iPhone 其实它尺寸容量本身就不太够 那另外它也没有一个比较 快速方便传输大档案的一个方式 那这种时候如果用自手机 拍下这个8K大的影像档案 我就不太确定说对一般人而言有多使用 那或许这也会是一个保留给Pro啊 专业使用者像是现在 拍摄ProRes这种规格这个方式 让人家去使用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使用上 会比较实际的方式就是说 它可能在截取这个影像的时候还是用8K 但是当你得到这个档案的时候 它是down sampling到4K的这个档案 那这样其实对它本身的画质 还是会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 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呢 以手机录影来说 就不要太高的去要求它 那我个人反而比较希望就是在现在 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电影级模式 对我到现在都还是常常使用它 那这也证实说这个模式 并不是像我们先前有人讲的说可能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还蛮实用的 以现在录电影级模式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我虽然很喜欢这个模式 可是因为它最高只有支援到1080P 所以在有些情况的选择下 我就变成不太可以选择用这个模式去录影 那我个人是希望在iPhone 14 或许搭配现在更强效的处理器 它至少可以支援到4K的电影级模式 那我觉得在实际使用上就会非常的实用 那我也相信只要苹果愿意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 那我更是非常高兴看到这次iPhone相机的这个规格 终于进步到了10800万画素 那当然最后是不是会以这样的规格推出呢 我们还是要等苹果发表的那一刻 我们才知道 那最后还是希望问问看大家啦 你们希望在这次iPhone 14上 实际上看到什么样规格的提升 会让你们觉得有吸引力 那或是你跟我一样是很在意相机规格的部分 你希望在相机规格上面看到什么样的提升 对你而言才有吸引力 那都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我是苹果迪 我们下支影片见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